孟小冬和梅兰芳本是剧团家傲,令人羡慕不已,但最终两人却分道扬镳,有两件事直接导致了孟小冬和梅兰芳的感情破裂。 一是孟小冬的一位疯狂男粉丝,在得知孟小冬嫁人之后非常气愤,于是想找梅兰芳算账,但却意外开枪打死了梅兰芳的好友张汉菊。 此事一出,舆论四起,孟小冬备受打击,只得与梅兰芳保持距离。 第二件事是,抚养梅兰芳长大的伯母去世时,孟小冬特意剪短头发,头戴白花,前去守灵,但却被梅兰芳的二太太扶芝芳挡在灵堂之外,不许她进门。 而令孟小冬心寒的是,梅兰芳并没有维护她,反而劝她先回住处。 此后孟小冬心灰意冷,出走天津,两人就此分道扬镳,再为相见。